我们现在要来研究的是Office 2016整合应用 前天我们跟各位分享了一些像例如说Office新功能 也包含了一些整合的应用 其实它整合的应用还包含例如说以分析来说好了 各位不晓得可不可以理解 所谓的一个枢纽分析 它也是一个整合的应用 它把你的资料也许你的是文字档 透过Excel打开然后来去做资料分析 这也算是一个整合应用 像Word有表格 Word既然有表格 它也可以拿过来到Excel里面 给Excel去产生变成表格做资料的分析 我想要先从Excel这边的一个改变 跟各位分享正确的Excel使用的方式 然后谈到预测 预测工作表这件事 好 然后接下来像我就要把那个PowerPoint的讲完 PowerPoint的新功能部分跟各位介绍完毕 那我们现在先来请各位先动手做一件事 去网路上下载我提供给各位的超市范例 那个超市范例我有修改过 请到HTTPSS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GL斜线YTZ 大写的RX 大写的T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去范例下载 重新下载超市范例就好了 请你重新下载这个超市范例 下载好的档案他就会放在 就是当你打开这个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他就会放在下载里 下载就多一个超市范例 我们等一下先绑那个Excel 他真的有一个大幅度的修改 这个大幅度的修改要跟各位分享 以及最后介绍到预测 麻烦请你们现在先动手 重新下载超市范例 这个范例呢 如果我要开启旧档的话 那就直接快速点两下 他就打开来了 然后因为他是来自于网路上 所以点选这个启动编辑 我才可以开始去修改内容 所以点选启动编辑 点选了启动编辑之后 第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 当我们在做资料编辑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资料定义为表格 这个资料定义为表格 我不想要各位知道一件事情 你现在我现在刚游标是不是落在A1 当我现在随便游标落在哪里都无所谓 我们现在点的Ctrl加A全选 各位应该有印象以前那个编辑功能表底下 它会有一个全选这个选择方式 快速键是不是Ctrl加A 那个A就是AL 就是全部 Ctrl加A 全选 可是以前的全选是选什么 包含所有那些没有资料的内容 现在的全选 这些没有资料的内容不会选到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点我只是提醒你们 Ctrl加A只会选到有资料内容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有资料的区域呢 它其实可以把它区分为 这个是标题列 标题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记录内容 就是标题跟记录你要区分出来 那如何快速的去完成 就是标题归标题 记录内容归记录内容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就认为这个动作叫做表格化 格式化为表格 在这里 常用 格式化为表格 点它 随便你选任何一种 例如说我就选这种 我可以把标题底色为深蓝色 其他的底色为白底 然后点选确定 那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它这边会特别去辨识说 你的资料有标题或没有标题 好 点选确定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就是标题 这边就是记录内容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快速的把这个表格完成 然后完成之后呢 方便我们快速去做分析 所以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常用底下 它多了这个格式化为表格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卷轴往下移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标题它就取代那个 A栏 B栏 C栏那个位置 你的你就不用再去做什么锁定标题列 还有 还有 如果你今天你要去做排序啊 筛选啊 那针对这个资料表嘛 我们要去做排序 针对这个资料表要去做筛选 对不对 既然是针对这个资料表 所以你就直接在 例如说我只想要找出来客户 细分好了 对不起我讲城市好了 城市 那我就点选这个往下三角形 那我把全选关掉 假设我只要找上海这个城市 确定 所有资料是不是做筛选 筛选你本来就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我们是不是要去上面 去功能标签去找 现在不用了 因为大部分你会做的事情 它全部都帮你想好了 这就是把它格式化为表格 很棒的地方 我觉得更棒的地方是 等一下我要介绍的公式 因为等一下我就要教你那个公式的撰写 因为这也是新功能的部分 好 所以我只要请你们动手 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请你们只要做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请你随便任选一个 随便任选一个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请把现在的资料表格式化为表格 因为每一次教完格式化为表格 就是会有同学会立即询问就是说 那取消格式化为表格怎么做 就是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设好格式化为表格了 可是呢 它不要格式化为表格了 那既然它不要格式化为表格 那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资料表工具设计 转换为范围 你要将表格转换为一般范围吗 是的 它现在就转成一般的范围了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格式都还在 所以还要多做一件事 Ctrl加A 然后针对长 针对就是常用底下 有一个叫做清除 清除格式 才恢复原状 可以了解吗 因为格式化为表格 所以第一件事情 它会加格式进去 第二它会把它做成表格 那刚刚如果我要取消格式化为表格 我就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什么 把表格变成原本这叫范围 这叫范围 可以吗 然后它就不是表格了 第二件事就是清除格式 再做一次了 本来我是不是做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现在随便选择红色 对不对 本来是不是长这样子 我要清除掉 怎么清除 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情 我先去做资料表工具 资料表工具里面转换为范围 是的 它就变成一般范围了 它就变成范围 不是表格了 你看当我现在往下卷动 它就是直接往下卷动 你的A栏 B栏 C栏都还在 它已经不是表格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全选 全选 全选了以后 全选你可以点这个A的左边 E的上面 然后再去做常用底下的清除 清除格式 这样子有没有整个去理解 因为格式化为表格 所以当你要清除的时候 你要清两件事 第一个表格变范围 第二个清除格式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不是还原哦 而是不要格式化为表格 所以要做两件事 好所以记得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常用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选择蓝色 确定 然后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 我想 我想去做什么事情 我想要去 就是调出来订货日期的年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听懂 我开祭祀本跟你们讲 就是很像已经不是在打那个范围了 根本就是在打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我们做这件事 算了我用这个来去找 记事本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想要计算 计算 什么的年 就是订单日期 的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边 假设我们多输入一个叫做年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输入这个 这边是不是订单日期 哇这个订单日期也跑掉了 我们应该把它改成一个简短的日期 这是简短日期喔 发货日期呢 发货日期也是简短日期 那个刚变成阿拉伯数字了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不是简短日期 订单日期 所以我想要去这个地方去计算出来 订单日期里面的年是多少年 对不对 好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讲白话一点 是不是我想要在那个U2这一格 我想要计算出来 订单日期的年 对不对 这是我们白白话 就是口语讲的方法 那对于电脑来说 以前我们是怎么设定的 以前我们就是要这样输入 等于Y1A R 瓜糊 请问订单日期是哪一格 是不是C2 有没有印象 C2 对不对 所以以前我们是不是这样输入 C2 对吧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产生2016 对吗 对哦 但请你这一招忘记它吧 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 因为我们已经格式化为表格 已经没有范围了 这叫范围对不对 什么A1到A10 C2 这都是一个范围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到底要怎么做 现在哦 现在我们是不是格式化为表格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输入等于 等于什么 函数 例如说Y1A R 刮糊 那个栏位名称是什么呢 栏位名称就是订单ID 订单ID 一定要输入那个栏的名称 订单ID 为什么要这样输入呢 你看哦 这是不是很接近 这个这样子的方式 这个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很接近你口语的表达方式 我要计算订单日期的年 请问我要计算订单日期 就是这个订单 对不起 订单日期 我怎么打到订单ID 日期 我要计算订单日期的年 有没有问题 会现在变成是这种方式来去做 可以吗 还有 还有 请你们再知道一件事 请问我在这一个做 还是这一个做 还是这一个做 随便 随便 而且做完 根本就不用什么复制 你看哦 等于 等于 Y-E-A-R 对不对 当你输入了Y-E 然后 CAP键 它就直接把那个 韩式带进去 接下来是不是要放一个 Serial Number 好 我们放的就是什么 我们放的就是 所谓的订单日期 好 要这样输入 如果你打字的话 要这样输入 要这样输入 用呼叫的方式 呼叫栏位 呼叫栏位就是那个 中瓜胡 在Enter的上面 在Enter的上面 然后请用选择的方式 上下方向键来选 有没有看到订单日期 选 那怎么样选到它呢 CAP键就选 当然也有同学 就是快速点两下 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 我比较喜欢用 CAP键 可以吗 用CAP键就直接带出来 好 然后 右边这个中瓜胡 这样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它是不是变色 变成一个蓝色字 蓝色字都是内定 就是有超连结 它就直接连结到 整个表格的订单日期 然后 又挖胡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打完了 我只要按一下Enter键 全部都算出来 需不需要再去学什么 复制 储存格 不用了 因为我是指定 我的算法就是说 我现在这一格 我就要算出来 那个年 可以吗 订单日期的年 它就会自动去找 找那个array 找那个阵列里面 的相对的那个位置 可以吗 请各位把它想象 这个资料呢 就是一个 请大家想象一下 现在这个资料 是不是被我们转换 变成一个大的表格 所以你在脑海里面 就要变成一个 很大很大的array 很大很大的一个阵列 然后电脑方便它去抓 那怎么抓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 好 所以 请你们怎么练习呢 等于 对不对 输入一个等于 然后你打ye 各位这个年就是year 这我想没问题 然后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我想你应该不会选错字 然后tap again 再接下来 记得用中瓜谷 中瓜谷就会把 所有的栏位都带出来 你就去从头往下来去选 选到订单日期 tap键 然后中瓜谷 然后再右瓜谷 enter 这样就全部都算出来了 好不好 请你们先动手练习来玩一下这个年 怎么样去做公式的计算 这边算是它的新功能 新的操作方式 请你们先动手来做年 我们刚刚介绍了就是说这个订单日期它是哪一年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可以介绍哪一个月 那我觉得这应该还蛮简单的 所以就这样做月 然后你没有发现随便一格任何一格都可以说等于 m o n t h 对不对 月 tap键 再来中瓜谷 去找什么订单日期 tap键 然后中瓜谷 右瓜谷 enter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那相对的日是不是也是这样算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算另外一个比较困难一点的 星期 因为有时候我们分析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 到底应该星期几 变休 可以吗 例如说好了 我们来去计算那个通报日期 例如说假设民众来去 那个发生一些事故 他要来警察局 来去报案 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记录那个报案的时间 可以吗 那请问假如说 针对警察局 有时候还是要去办一些教育训练 所以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查出来说 星期几 那个民众可能报案的时间数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是要挑那种时间来去做教育训练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假设我们现在要去算出来各星期 因为方便等一下我们来分析 可以吗 像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是会帮你算出来说 这家公司 这个餐厅今天我们要电修还有几点的人数的分布 那都是因为它的收银机跟网路上直接连接在一起的 那你会说那他为什么提供这么好的服务给我们 那是因为店家已经付了一笔钱给那家公司 付不少钱吗你想要多少公司要付给这个社群网站 就是Google 好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想要算星期这是等一下要请你们做的 有看到吗 跟week有关系的就只有 day跟num 你觉得是week day还是week number day是什么意思 日 number呢 第几周 同意吧 跟星期有关系就只有连这两个 就只有这两个 所以我们当时选择week day kip件 然后这边他是不是告诉你说 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 我们要用中瓜糊 serial number就是你要算哪一个日期的星期几 所以那个serial number就是订单日期 所以中瓜糊 接下来切换到订单日期 kip件 确认名称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订单日期我少了一个 它没有变成蓝色 这代表没有抓到那个蓝 然后这个把它改成1 有看到吗 1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 数字1代表星期日 数字1代表星期日 数字 如果说我现在用2的话 2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数字1就代表星期一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来去看的 所以请选择2 Enter 所以这个3就是星期三 5就是星期五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的第一天是不是2016年4月27号 星期三 2016年4月27号星期三 我们来看看对不对 2016年4月27号在这边星期三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每一个都是对的 可以吗 所以我刚刚怎么做 我刚刚已经不是在打那个范围了 我刚刚根本就是在打一个栏位的名称 请你们一定要慢慢的就是移转 变成说我们的计算方式 计算那个使用函式 我们改了 那个方式改了 不再用范围了 不再用什么 例如说本来你这边是不是输入C2吧 C2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不是输入C2了 你输入C2的话 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复制的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用的是整个栏 都是用这种方式 这个是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星期 那公司我就介绍到这边啰 就在我们的第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五 记住哦 我们是透过公式建立气窗格来协助建立公式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预测 可是在介绍预测之前 我要先完成分析 我觉得我先 我把那个枢纽分析介绍好 绝对比分析工具箱更重要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算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现在有一个表格 有一个很大的资料表 我是不是可以拿它来算很多事情 分析 分析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最基本的入门 你就必须要去了解我可以分析什么 决定来说我可不可以分析 那个各年的销售 这边有没有各年的销售 可以吗 例如说看看这几年的销售情形怎么样 可不可以去算各地区的销售 可以吧 可不可以去算各个自治区的销售 可不可以去算各个产品类别的销售 可不可以算各个产品 类别的销售 可以 有听懂 你知道光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如果说我今天我的文字栏位 文字栏位 我有大概15个 那我的数字栏位 各位你看数字栏位是不是有销售额 数量 你觉得有没有人会关心那个数量 请问报案 报案的那个数量 会不会也关心一下 会吧 可以吗 好 那数量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哦 折扣 哪一个季节打折扣最多 对不对 这也很重要 利润 这不用说了 我们通常会销售减去什么 成本 就会产生利润 好 那我这边是不是 C 食物群士 请问这件事情看得懂吗 请问这个看得懂吗 我们国中的时候不会 你就会天天被打 对 真的 这是国中数学哦 国中数学 我们以前哦 我们以前 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我发现 现在年轻人好像 因为老师不敢打学生了 我们以前是一班以下 看你在怎么班 我们那个班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有老师不出作业了 他上 进门 第一件事情 第一题 没听到 你等一下就准备过来被他打 我是说真的 他不会等你说 老师等一下 什么 没有这一回事 不可能叫老师等一下 所以你念到 老师已经念到第三题了 那你就准备前两题就准备被打 真的 而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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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每一届课都被打 然后我们有什么第八节 对不对 那还是最简单的 最轻重 我们还有第九节跟第十节 好 所以我只要告诉各位 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就这样 那这边 这我们刚要会去算 没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这样的算法是不对的 我们的组合应该是 C15取1 乘语 C4取1 就是文字栏位我取一个 数字栏位我也取一个 对不对 完成了一种分析 可是我这边文字栏位总共15种啊 这样乘出来的结果60种算法 有听懂吗 听不懂没关系 反正就是有可以做60个分析 可是我再告诉各位哦 分析绝对不止这些 如果说以公卫专家来去看 当然假设我们今天看的是 那个民众报案的资料 好 我们可能还会去再继续关心什么 男女别 有没有跟报案的情形是有差别的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然后男生又以报哪些案最多 女生又以报哪些案最多 有听懂哦 还有在 例如说各年之间的一个比较 反正就是太多需要分析了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里面就可以分析好多东西 那我刚刚说我可不可以分析 各年的销售 各月的销售 各星期 周日的销售 当然可以啊 好 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这只是先告诉你 先告诉你可以分析很多东西 可是 可是 我觉得我们不能每一个都算 我们应该算什么 因为这是商业资料嘛 所以你觉得要算什么是 算你高兴想算什么就算什么 高兴想分析什么就分析什么吗 不是 而应该是要分析 你的主管或你的老板 最想知道的事 好 假设你们是老板 你最想知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们有没有具备做老板的资格 你最想要知道什么事 那里面不是很多商业资料吗 你最想要知道什么事 利润嘛 对不对 你告诉我哪一个老板是为了做公益的 对不对 对 好 我将来我都不领薪水了 只要你让我当总统就好了 他根本就不差这份薪水嘛 说这句话根本就是 好 我给你100万个细胞 只要你让我做总统 你贴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身上有多少细胞 我给你这100万 好像怎么样 这句话不用听 听听就算了 听得懂吗 比尔盖茨捐了一半的钱 他还是世界首富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 不要去管这种事情 重点是 老板只想知道的事情 你要分析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 我们就先来看那个 例如说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获利 这个一定是老板最想要知道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制造部门的主管 他一定会想要知道什么 今年的生产数量 对不起 应该说是今年的销售数量 因为他会拿今年的销售数量当作 所以制造部门主管 他在意的是数量 可是营业部门他在意的绝对是销售额 好 看你的主管 你不要今天那个 例如说 资讯局局长 然后你给他看什么 犯罪率 你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 资讯犯罪这件事情 那你应该准备这些资料给他看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反正你就是要把对的东西分析出来给老板看 我们不要全部都分析 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你分析这么多项目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各年销售好了 各年销售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销售额 然后这边我刚刚是不是也算出年 如果不用这个年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拉到最左边 是不是有一个订单日期 我们就可以从订单日期 他会剖析出来 粘 然后帮我们来去做这个资料分析 所以直接点插入底下的书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勾订单日期 里面得什么 销售额 这个我想昨天就已经交过了 前天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插入了一张图 给你们看 对不对 我是为了要交 我是为了要交那个预测工作表 这件事 好 所以我现在要特别 特别请你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2013年要把它打开 2014年要打开 2015年也要打开 2016年也要打开 我要这些数字 甚至请问可不可以到月 到月 也可以啊 对不对 我要年月日 就是就是就是当你打开这些的时候 我等一下我要去做预测用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只有给我4个年 来让我去预测第5年 还是你觉得这样比较好还是比较准 还是说你给我446 16个季 来去预测第17季 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准 还是你给我48个月 我去预测第49个月 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精准 是年的预测会比较准 还是季的预测 还是月的预测 应该是月 为什么 就是就是 可分析的参考资料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可是其实这个观念就是回归到我们统计学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依据 大数法则 大数法则 就是说你至少要给我那个30个数字 抽样至少要抽出30个 我才能够看它的分布 如果你只有给我4个 我那个分布是绝对不准的 如果你给我30个 我们那个分布应该是可以找出来的 然后再去做检定 那这个检定我们叫卡方检定 因为是抽样 我们找不到Z检定 那这边我们可能就不去深入谈 但是你们刚刚讲那件事 其实真的有非常就是就是两三百年统计 学历史的支撑背景 可以听得懂 我现在说一次 这都是有关联的 只是好像以前我们学统计 反正通通忘记吧 好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刚刚我们是不是做那个 因为我最后我是希望你做出那个预测 所以我希望你打开的是年 季 月 会不会打开 重新讲一次哦 插入 枢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请勾订单 日期 他这边是不是这个加 这边就有个年 然后接下来请把 请把销售额打开 销售额就打勾 他就自动放在直这边了 可是我 我说这样子的话 只有四季 四季 四年的资料 你去预测2017年 我觉得会比较不够那么精准 所以建议是把这个年改成季 一年是不是有四个季 四个季 这样是不是有16期 16期也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拿 2013年第一季到2016年第四季来预测 2017年第一季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预测会比刚刚来的精准 而且我现在只预测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只有三个月 就是一季 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精准 麻烦请把第一季打开 第二季打开 第三季打开 第四季打开 可以吗 我们有更快的做法 就是这边分析 然后群组选取 然后看你怎么选 例如说我只打开年更季确定 这是不是就是年更季 如果我要打开年月日 就再把这个分析底下的群组选取项目 月打开 好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做到这边 我现在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复制出来 这些资料全部都复制出来 复制 然后选择性贴上 贴成值 然后这两个是不是可以删掉 删除 可以吗 这个删除 删除 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手动来去把这些资料删掉 因为为了要去完成 这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做 好 所以我就一口气多做一点 可不可以这样删掉 还有 删掉之后呢 这个地方你要输入2013年1月 对不对 2013年1月就这样输入 这是不是2013年2月 对吧 1月2月应该会输入 选到这两个麻烦复制下来 为什么 因为预测 预测他要求一定要是连续型资料 什么叫连续型资料 王小明完毕之后是李小美 没有这种顺序 可是 2013年1月完毕之后是2013年2月 再接下来是2013年3月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连续型资料 春天完毕之后是什么天 你绝对不会说冬天 对不对 好 因为我们是从连续型资料来去讲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变成连续型资料 接下来就简单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边是不是2017年1月 这边是不是2017年1月 他觉得不会这么高 你去看这边5月 你去看这边5月1月2月3月4月5月是不是就开始上升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下降下来的 绝对是7月 因为每一年的7月 因为每一年的7月 July July就是7月 每一年的7月 7月 每一年的7月 他都会下降 可以吗 所以7月就掉下来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这就是一个预测 而且你有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觉不觉得可不可以只要为给他更多精确的数字 然后就可以提供给主管一些更丰富的参考值 你以前是不是都算资料表 对不对 就是算那个结果 可是现在你还可以多给他 例如说未来的预测 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吗 换你们来做了 可是前面我觉得 我觉得困难的 这是预测工作表 预测工作表 前面比较困难的是这个部分 我想你们应该有能力去整理变成这样 记得一定要连续型的资料 这个栏 这一栏一定要是连续型资料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那我们结论就是说 假如说你今天你要给主管看这个预测 那个值是不是很重要的值 1月2017年1月他预测出来的值是这样子 35万 2月34万 3月40万 4月35万 5月60万 这都是他预测出来的这个红色线这个值 可以吗 应该有感觉吧 我如果说把资料换成那个犯罪率预测 或者是报案件数预测 你觉得你们主管会不会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会不会 会 就是他想要知道说 例如说 例如说我要是知道说你在想什么 或者是我只要做好你 就是关心的事情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边真的其实跟 我觉得说你要知道说别人喜欢什么 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而且台湾非常多 都是用这个简单的预测法 只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知道把它变成一个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 甚至你将来 假设你会了这件事 你就可以跟他跟你的主管讲说 你看吧 我三年前我就告诉你了 今年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跟我在讲什么事吗 不过我相信你也不敢这样对你的主管讲话 可是预测就是这样子 帮助你去更加的了解你的数据 所以建股资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可能要暂时在这边 就是先告一个段落了 就是最后完成的这个预测的工作表 还蛮实用 真的它是一个很棒的新功能 我刚我在拿到那个测试版的时候 前期导入 它是放在插入底下 可是要麻烦各位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它现在改到什么地方去了 请更改一下我的讲义 预测去哪 预测在第36页 不是插入预测工作表 可以吗 OK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 首先我现在要介绍就是说 如果我在ecell里面做好的统计图 或者是统计表 我想要放到哪里去 我想要放到所谓的 Word里面用表格呈现 那应该怎么呈现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先懂资料的重新整理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把超市的资料打开来 我先把所有的档案都关掉 好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格式化为表格有印象吗 因为如果说当你今天要做分析的话 建议你还是先做一下格式化为表格 我们现在来简单的做一个分析 简单的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分析什么呢 这边我们是不是有次数 对不起 那个星期几 因为我刚刚那个范例我没有存档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去看一下 各类别 因为我我只是要先教你那个重新整理这件事情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各类别 各类别有办公用品类 技术类 家具类 这三个类别 它是不是也有销售额 对不对 那我可以来去看一下 公司有没有主要的产品类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用 用什么呢 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各类别的产品销售 所以这边我要先选类别 它就会放在列栏位这边 这是列栏位 然后呢销售额 所以是不是再勾一下销售额 我是不是产生了一个基本资料表 对不对 然后甚至你去 我想这张图去画个枢纽分析图 确定 我们是不是也就画出来了 这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要教你的是 分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新整理 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订单 订单 订单里面 假设 我把 假设 我把这个重新整理 那个类别 办公用品 我现在刻意 刻意把办公用品 本来谁最高 家具最高 对不对 本来家具最高 那我现在把订单里面的办公用品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 它是129 对不对 我改成100万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假设那个原始资料改变 那后面那个枢纽分析图要跟着改变 所以假设我把它改成100万 就是1 后面接6个0 Enter 那请问一下 这张图有没有改变 还没有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点下去这个重新整理 分析底下是不是有一个重新整理 不管你是在枢纽分析表 分析底下是不是有重新整理 或者是你点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图工具 分析底下是不是都有重新整理 一定要点了这个重新整理 点了一下重新整理 有没有看到办公用品是不是就变高很多了 可不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原始资料不是你该负责修改的 你只是拿别人的资料来画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这样来去思考一件事情 当我原始资料改变的时候 我的目的 目的地的资料表也好 这边 这个资料表 办公用品 有没有改 应该也有 办公用品是不是变高了 可以吗 办公用品 是不是也变高了 本来是家具最高 现在是不是变成办公用品最高 可以吗 可以吗 因为我刚刚做了一件事 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所以原始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就跟着改变 那我可不可以再改回来 当然可以 订单里面 请把刚刚这个改成129 然后接下来到这张工作表里面 分析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重新整理 是不是又恢复回来了 这个观念你们有听懂 因为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资料表放到哪里去 贴到Word 我们会不会希望那个Word文件是随着以色尔来源资料改变 我Word的资料内容就要跟着改变 希望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那个可能有时候你只是负责撰写这份文件的人 你只是动用到别人创造好的一张统计图 你不能随便去修改那张图里面的统计图的高高低低的方式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原始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改变 接下来绝对是我们在整合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 没问题 所以我只是请你们先在以色调这个档案里面 先了解重新整理 分析底下是不是有一个重新整理 就是请你等一下去玩 订单资料改变 这个工作表跟着改变 对了 这张工作表会不会做出来 是不是用插入枢纽分析表做出来的 各产品类别的销售额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不是勾产品类别 还有销售额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以色调的资料表应用到Word 好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表内容 不值得我们来去做练习 太少了 那绝对没有什么大小排版这些困扰 我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很多的资料表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大小应用的问题了 好 举例来说 各位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重新做一张资料表 我们这个资料表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是那个客户 哇 太多客户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客户 然后也不太适合把它做成一个资料表 放在Word里面 还不如说祥如附件 那如果说你今天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 这边我们是不是有 有那个 子类别 子类别也有好像17种 也蛮多的 好 我想我们这样子好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个 假设我今天我做一张资料表 然后 各年 要做各年吗 好 我们就先做这个好了 子类别 子类别 的销售 子类别 销售 子类别 做各年好了 所以如果说我想要做那个子类别各年销售的话 是不是插入枢纽分析 确定 我要做那个各年子类别销售 所以首先是不是有一个订单日期 可是我觉得订单日期我们把它放在蓝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有2013年2014年20152016 还有什么子类别 放在列的地方 所以就是 就是感觉我们好 我要做的是那个什么 一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枢纽表 这就是枢纽表 这就是枢纽表 然后接下来各年子类别的销售 所以把销售有打勾 可以吗 然后 然后接下来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我建议这些是不是都是数值的部分 数值的部分 包含到最下面总计 我希望我们这个地方 我就先把它调整好 调整变成 我 我们因为是计算 以台币来做计算的话 它只有计算到整数位 所以最好是三位加一匹 然后减少小数位数 可以吗 因为它是金额 所以我们会直接 直接定义好它的样式 请问这样子的内容 OK吗 就是我们稍微简单的做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排版 好 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下一步是不是要贴到哪里去了 贴到我的里面去 好 所以我们假设先做成这个样子 假设先做成这个样子 可是这边有没有觉得那个格式好像不是那么漂亮 这边 这边我们稍微把它缩小一点好了 就是这边有黏 然后这边有列 所以就好是这个名称什么词都可以换 假设我们都不换了 这边我们都不换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都相关的资料内容 全部都已经算好了 好 就这样子的内容 你们可以先做到这边吗 因为等一下我要准备谈 如何把这张资料表整个贴到Word去 可是第一它的格式一定要保留 反正就是它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不可以做任何变动 然后请你们做完这件事 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档案 例如说 储存 就请你先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各年 然后各子类别产品的销售情形 来存档吧 对 反正你现在长什么样子 等一下Word那边就要长什么样子 能不能产生任何的变化 不行 可以吗 那如果说 如果说以下里面资料变动 你的Word文件就要跟着变动 那我们接下来 我就要讲说 那以下这个内容如何抠过去到Word 好 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 首先你是不是应该要选到这整个资料范围 你选到全部的资料范围 然后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去打开这个OBIS40招好不好 快速点两下 这个就点FOR 然后使用编辑 好 假设我贴到这个地方 这边的贴法 这边的贴法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常用底下是不是有贴上 不是点这个按钮 我们要用的是选择性贴上 那选择性贴上要包含贴上连结的HTML格式 然后点选确定 至于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有特别讲说 一定要用HTML格式 这意思就是说来源资料改变 我这边资料就会跟着改 好 例如说确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贴进来的内容 我们稍微做一下修改 贴进来的内容 稍微做一下修改 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资料表 我们这边可以选到 然后请选版面配置自动调整 而且一定要调整FOR整个视窗 FOR视窗的意思就是 这个左边到这里 右边到这里 这就是一个可文件内容的视窗 你最多只能到这边 所以请选自动调整视窗 可以吗 那当然你一定还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去把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字的大小都 就是因为我整个缩小 缩小到就是一定只能到这个地方 一定只能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能这个内容要整体性缩小 把这个内容稍微缩小一点 它好像多了很多空白 这就是它不好的地方 这都是空白 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把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如果有空白 把它全部都变成没有空白 全部取代掉 各位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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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贴上来 一定要否这个满板 不可以超出 不可以超出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 你这些内容 当然可以设为 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设 靠右对齐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甚至你把整个表格加框线 整个表格的框线在设计里面 框线变成所有框线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把一个 以色尔的表格 我们就贴过来了 请问这个 这个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有没有看到灰色的顶 就是代表说 它记录它的来源 它记录它的来源 那列印 会不会列印出来这些灰色的顶 当然不会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事吗 我只很单纯把刚刚那个档案 复制跟选择性贴上 而且是贴成什么 你可以参考 我的操作步骤在51页 我把它贴成 HTML格式 然后 接下来我只是为了 为了我们排版上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去做 摆面配置的自动调整 这很重要 不然刚刚是不是超出很多 然后调整成那个四双大小 然后里面会贴到一大堆 很奇怪 以色尔资料 如果你贴到Word 就是会有很多的空白 你就必须要把那些空白全部都清掉 好了 就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 请你把这一招要学习起来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Word用具有看到吗 2013年是不是83,000 这个资料 你不能在这边直接打字去修改 这是枢纽分析表 所以你要修改 是不是修改订单 找到任何一个用具 用具 不能找错 用具 这边 那看一下它是哪一年 好不好 不然到时候改了以后 你还 这是2015年 好我们看一下 Word的2015年用具 是不是12万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 这边我刻意 刻意把它变成 10万 那是不是就2015年 就变成20多万了 听得懂吧 本来刚刚说2015年加总用具 是不是12万 那如果我光是把这一笔改成10万 是不是12万加10万就变成22万 有听懂 好我就把它改成10万 就是1后面接5个0 Enter 这个用具 你不要改错了 好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问一下 我自己本身的这张资料表有修改吗 这个用具这边有没有改 没有 那是因为我还没做重新整理 所以是不是要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我重新整理之后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 用具就变成22万 2015年变成22万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Word 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 我必须要把 我已经存档了 我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关掉 然后重新再打开这个 然后他就说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有包含那个别个档案的文件 你要不要去更新 对不起 他不让我更新 这边没有更新耶 我再重新贴一次 这个档案是 复制 复制 Word 奇怪 滑鼠右键 常用 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HTML 确定 然后把他 版面配置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值改回来 如果订单里面 这个值 我改成123 那就又变回来变12万 然后接下来再 这张资料表 分析 重新整理 这边12万 Word 这边 完了 那变成就是说 我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自动调整 他就断开来了 例如说 我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12万嘛 所以我就先选到这张资料表 常用 复制 到Word这边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HTML 现在是12万 现在是这个12万 然后接下来在Word 在Essal这边 我先把订单改一下 把这个改用具 改成 例如说10万 然后接下来到 这张工作表 我就去做 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现在改成22万了 我的Word 应该要跟着改 奇怪 Word这边都不跟着改 你们做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空白的关系 前一门 动手 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吧 好 前一门现在动手 尝试做后看 那请问一下 如果说今天这张Essal 档案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分析 书没有分析图 假设我们今天用折线图 我们用折线图来去呈现 确定 我们是不是有了这张图 你就可以大概看到一下 各年 各年 好像大概都会有一个 一致性的一个 趋势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用这张图 复制 就是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Word 到Word 对不起 这边先剪整 先把这张图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Word这边 一样要用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好 那贴上一定要包含贴上连结 确定 一定要把它贴成那个物件 物件 图片物件 确定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现在是长这样子的一张图 对不对 现在长成这样子一张图 可是 有可能 好 我先关掉 那个Word 我就先关掉 好 因为它真的 那个自动更新不见了 我说这边的这套软体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Excel Excel 然后 我们是不是要试着动 例如说用具 用具 所以到订单这边 刚刚的用具 假设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22万 那我把订单 改回来 改成123 就变成12万了 好 所以在工作表这个地方 记得一定要做分析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这边就变成12万了 有看到吗 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我为了方便大家去看 这边都没有一个超过20万的 所以我刻意做一个 再大一点的数字好了 我把这个123改成50万 这个改成50万 然后 接下来到这张工作表这边 它等一下就会变成60万 就是有一年它会特别的高 好 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这边就变成60万 你看这边就会有一个 这一定是2015年 你看直接冒出 好 那接下来这个档案 我要先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去看我刚刚做的这个office 40招 他就说 这个档案 然后会参照到其他档案 所以要不要去更新 要不要更新这一份文件 当然要选择是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哇 不让我动 可是真的要 它可以动 复制 我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贴成这个 我没办法 就是我只能放弃格式 刚刚这边的话 它还可以去动 好 我只能把它贴成这个 物件 就是那边长什么 这边就会长什么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 这个档案储存 你看现在是不是60万 我刻意把订单 这个数字改成 123 好 回到 工作表2 分析 重新整理 它是不是就恢复回来了 12万 12万 刚刚不是有一条线 帽很高吗 对不对 好 储存 接下来传心打开WORD 传心打开这个OBIS40招 试的分析 你看这边 它是不是就下降回来了 你们如果在局 或者是 那个分局 你们就真的只能透过 就是 它是什么物件 就是什么物件的方式来去贴 好 那 我建议你如果回家做的话 你WORD 底下 就是针对这个表格 针对这个表格 它有一个很棒的叫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成视窗 这是一个很棒的创举 它就会真的把你所有资料先缩小 回来变成一个满版的视窗 对 然后再让你可以去调整你的格式 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设计 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设计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请记得把它存成 不是我这边所写的讲义 可是我的讲义没有错 真的要麻烦请你们回去尝试玩玩看 选择性贴上 把它贴成那个HTML格式 所以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再一次的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以色尔 以色尔这张图 我们可以透过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Word这边 我们可以去做 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然后贴上连结 贴成图表物件确定 这样子的话 来源资料感 例如说以色尔这边资料 好 订单里面 例如说这个123 本来呢 它现在是不是12万 好 我现在改成 例如说100万 我改成100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就分析重新整理 它这边就变成110多万 然后这绿色线是不是就很高 然后在Word这个地方 你变成有点像手动 我要关掉 然后再重新打开这个Word文件 试着更新一下 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这条线就很高 相同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会在应用到简报里面 一模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除非它 PowerPoint那边 它有开放 自动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范围我就先全部关掉了 都先不存档了 那我们现在去谈一下 PowerPoint PowerPoint 所以 我想我们 你现在只是改 它如果是中文改 都不会改 会啊 你所谓中文改是指什么中文改 就是说比如说 我日期要等改成说 比如说奇品 或者什么字 对可以 它会都跟着改 因为我刚才讲的 都是只有数据 数据的部分 那我就想说 我们从来都没有讲到说 中文改 那个栏位名称 你可以试着去改一下 整个都会改掉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 我现在我要去打开一个 PowerPoint 是不是直接点这个地方 来去开 所以 PowerPoint 直接输入 P-O-W-E-R P-O-I-N-T 然后空白的简报 好 我要先从那个图片开始讲起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PowerPoint之后呢 比如说插入 插入图片 这个图片呢 我是不是有给你们一个范例 那你就可以打开这个范例 打开这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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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好 然后 除了这样子可以插入图片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插入线上的图片 例如说我们去找一张自然的图片 或风景的图片 然后记得 记得这边要打勾 好 例如说我挑一个这张图片好了 然后点选插入 可以吗 等一下呢 我就要把这个美女 然后放来这个地方 然后去完成去背这件事 来麻烦就请你们 就是打开PowerPoint 然后完成两张图片的插入 好千万先动手做一下 以前针对这张影像我要去做去背 我们一定要去影像处理软体像 Photoshop Photoimpact 这种软体来做去背 现在不用了 现在就直接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 这个图片工具格式 第一个就是很棒的艺术背景 而且这个移植背景越做越好 你例如说去背的话 是不是我们选到头跟最下面 然后左边 左边大概选到这个地方 右边选到这个地方 其实右边都已经选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不是有一点点是紫色 这边你要知道说紫色是什么意思 紫色就是去掉的区域 好 那其他自然的颜色 正常的颜色就是没有去掉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用加回来的方式 把这个地方的颜色加回来 用拖曳的方式就加回来了 还有像看你要不要再做更精细一点 像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剪掉 这边我也想要再加回来一点 好 剪掉 剪这个地方 那你要是觉得就是太小 不太好看 那你就把显示比例稍微挑大一点 可以吗 好了 假设全部都做完了 对不对 全部都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 应该都差不多了 好 就直接点打勾 保留变更 因为刚刚加我有刻意的交 用拖曳的方式去加回来 剪也是用拖曳的方式剪掉 然后让它变成紫色的去 然后打勾 然后接下来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 对不起 这个顺序移到最上层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完成了去背 这件事情 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然后 这件事完全都在影像 完全都在powpoint的 这个软体里面来去做 不用刻意的跳到 另外一套软体来去完成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去背 移除背景这件事 刚刚有同学就询问说 这个一张影像 对不对 这个影像的话 到时候我不希望有这个空白的地方 那所以针对上面的这个影像 上面这个影像 其实你可不可以去做剪裁 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然后剪裁 是不是可以把这边剪掉 这边剪掉 可以吗 好 好 那我剪掉之后我再放进来 放进来 好 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这边不是有两张影像 两张影像 一起选取起来 滑鼠右键 我们可以另存成图片 那就合并了 例如说我存成这个JPG 那我就放在那个我的范例里面 低磁别姬的Office 2016整合 例如说我就取名叫做 这个应该叫做合并 然后加今天日期 接下来储存 你去看一下 这个图片 这个合并2019 0531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他用相片来去开启 要给他再多一点 有看到吗 他这样就变成这样一张图片了 这样就没有图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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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啦 如果你今天你存 你存 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 滑鼠右键 另存成图片 你可以存成有一种 叫做 PNG 他不提供 那我们就存成GIF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他到下一个版本 2019 他就提供了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存成包含这些透明的背景 就是假设你好不容易去背了 那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透明的背景 这个时候要存成另外一种格式 叫PNG 它是支援透明背景的 好 那现在可能只能暂时存放成GIF GIF是动态 它一次可能存了好多张 然后别在一起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你们可以去试着把它存成一个合并的影像 我这边可能要提醒你们一件事哦 合并后的影像 其实画质没有那么优 微软公司他真的不是做影像的专家 影像处理他这边他的实力不够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